推特发表新评论Print反美国中国华为特朗普解禁华为的说辞函。 混作者鼓励发表时间29-06,至2019更改时间29年6月2日。 019发表时间15点35分特朗普在G20峰会新闻发布会2019年6月29日大阪AFP法新社6月29日发自大阪的报道说,美国 总统特朗普今天周六,在记者会上含混不清楚地提到美国可能放宽队。 美企向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出售技术的限制。共同社说,美国总统特朗。 普29日表达了将允许美企向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出售技术零部件。 的意向。 特朗普在大百二十国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说,美国企业 可以向华为出售他们的器材。但这里我们说的是那些不会对美国国家 安全构成问题的设备器材。法新社说,现在还不能立即明白特朗普说。 的那句话,是否意味着美国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转变。法新社询。 问华为公司,但华为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做任何置评。华尔街日报周五。 报道,美国巨头苹果公司决定将苹果新款Mac Pro电脑的生产从。 美国转移到中国去。法新社指出,在当前背景下,苹果公司的这个绝。 并令人惊讶。美国今年五月中旬,基于国家安全原因,将华为列入。 黑名单,禁止美国技术公司未经特许,向华为提供技术设备。不过。 特朗普政府给美企三个月的宽限期,允许他们继续与华为开展业务。 直至8月中旬,特朗普政府怀疑华为替北京进行间谍活动。 化为强。 列否认。 特朗普与习近平周六会谈宣布休战,暂停两国之间的贸易和 。 技术冲突。 华盛顿一方主要是暂停向更多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。 双。 方承诺谈判寻求达成一个大规模协议。 但谈判日程即重启谈判的具体。 条件都没有公布出来。 法新社说,中国的重大技术野心应该是双方谈。 在后面是 dynam动? 刘判断个维持祭谈判。 刘判断表白环寓谈判。 结果判断至4月数日快乐。 刘判断表白环寓谈就顿佛内方。 刘判断表白环寓谈指定法判。 刘判断到19副谈判断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